大家好,我是何依,今天要带来的动漫是鸡身兽 影片开始就是我们熟悉的地球 并用了一句,地球上的某个人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作为神秘的开头 随后就是一个男人裂开了,是字面上意识活生生的裂开 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面对细热的老伴 男人毫不犹豫的一口咬下去 画面来到我们的男主星医,他迷迷糊糊听到遗憾 失败一词就被吓醒了,戴上眼镜查看房间四周,却什么都没有 来到饭桌前,星医爸笑他说找到蛇了吗,星医说右手麻麻的 星医妈却说谁叫他自己拿耳机线缠着自己,并把早餐剔给他 不过星医却没什么胃口,还被一只小蜘蛛吓到,可见他的胆子真的很小 在另一边,开头吃掉老伴的男人两眼空洞 像刚有语言能力的孩子一样学着电视机说话 地上的血腥和尸体都表明着不好的事情 星医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此时他的右手已经发生变化 不但自动防御其攻击,还不受控制的抓球 结果就是挨了一巴掌,他自己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早上与父母的奇怪对话和刚刚的举动都是因为昨晚的事情 一只奇怪的小虫不想从耳朵钻入,奈何却有耳机挡住 他只好从鼻子里钻入,星医打个喷嚏把虫喷了出去 怕虫的他直接滚下床,拿起书笨准备打下去 结果那只虫直接透过皮肤钻进右手,还顺着手爬上来 星医死死拿耳机线绑住右手,整只手都红了 赶过来的父母不明所以,星医解释有时咬了个洞转进来 可是他的手还好好的,让星医爸还以为他嗑药了 星医抬头就被老师训了两句,在走廊上遇到还在生气的春夜 但被直接无视,青梅竹马的立川说帮他讲两句好话 回去的路上,星医还在想着昨晚的事情 一辆车差点撞了小女孩,星医飞身徒手挡车 手背上还长了眼睛,他这下更确定了昨晚的事情 立马跑回家,找到一把小刀准备证明自己的想法 准备吃下去时,他的右手突然变形了 长出了不协调的小手,嘴巴和眼睛 还能断断续续说出几句话 星医对着天花板傻笑,趁其不备一刀吃下去 没想到右手直接掰断小刀 还让星医教他说话,还没来得及问话 右手又恢复成原状 他立刻开始上完各种查询 但从下午茶到傍晚都没半点线索 只好先去吃晚饭 早上没有胃口的他竟然还加饭 右手的事情他自然也不敢告诉父母 而此时此刻,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命案 第二天早上,他一醒来就看到右手正努力的学习 而且已经能流利的说话 寄生兽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最早的记忆是没成功吃掉大脑而感到遗憾 但现在已经跟右手完全结合 并向星医展示被占领大脑的后果 星医本想到医院切掉他 寄生兽说自可伤脑筋了 因为自己是靠星医血液的养分来生存 如果切掉就会哭死 而且星医也会失去右手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星医气得疯狂摇晃他 明明右手无端端被吃掉的是自己 寄生兽建议说自己睡觉时可以恢复正常 他们两个要互相帮助 星医还没来得及反驳 寄生兽就说要睡觉了 星医爸在饭桌上说起最近频繁的杀人案件 不是碎尸案就是虐尸案 星医爸还想用蜘蛛吓他 没想到星医淡定的抓走丢掉 看得父母都懵了 伤学的路上 星医本想找警察求助 但仅仅学习不到一天的寄生兽竟然劝他算了 他这样只会连练到自己被隔离 并当成实验材料或标本 互相帮助才是星医现在能做的 寄生兽突然大喊让星医停下 因为他感受到附近有自己的同伴 并一步步指引星医去找他同伴 星医因为害怕想逃走 但寄生兽一把抓住路灯 说自己需要知道寄生成功的真实姿态 并且对星医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无奈的星医只好不甘不愿的妥协 通过寄生兽的指引 而且还在啃食着另一只狗尸体 那只狗蒙的回头 慢慢靠近星医 他对现在寄生的动物有所不满 想换一个宿主 感受他杀气 星医的寄生兽立刻拉着他逃跑 那只狗的头开始发生变化 脏出了翅膀 直接变成了飞天拳 他一下就追了上来 星医的寄生兽先下手为强 没两下就取下对方的心脏 辞去心脏的飞天拳也原地上天 手里的寄生兽淡定了分析自己赢的原因 丝毫没有任何心肝可言 影片的最后是两天前的画面 片头那句地球上的某个人 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下一句是 必须要守护大家的生命 可怕的命案还在发生 影片开始就是三个混混 骚扰着一个女人 突然一个男人出现打倒他们 并让女人跟着他走 走着走着 刚刚的混混用铁管一棒 会打男人的头 但男人却毫发无伤 血都没留异地 并说了一句 一次四个人未会撑爆 女人还不明所以 男人的头就分裂了 两三下就除掉身旁的人类 还面无表情地说要换张脸 经过上次的飞天犬事件 星衣决定和手里的寄生兽共存 毕竟他不在的话 自己的小命就不饱了 因为是吃掉右手 所以寄生兽帮自己取名为米奇 体育科里 力串和星衣说如果再进一球 春野就不计较之前的抓球事件 一个杂发男不断针对星衣挡住他 剩下五秒时 米奇来了个自动瞄准帮星衣进球 在仓库内 星衣不断地和春野道歉 但连星衣的春野自然原谅他 让他在周末请自己吃饭 就在春野转过身时 米奇弹了出来 星衣赶紧捂住他 这举动让春野疑惑地问他 真的是星衣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就笑笑不了了之 米奇说他对人类的生殖行为感兴趣 就在这时 杂发男让星衣跟他来一趟 因为他也喜欢春野 所以要星衣和他决胜高下 没等星衣反应过来就揍了他一拳 见星衣不还手 米奇直接一拳把杂发男打飞 吓得他直接跑掉 星衣和丽川讨论起最近的碎尸案 丽川觉得是狂人的宗教集团干的好事 毕竟一个犯人是不可能再多出地方犯案 他的个个是心警 却没透露半点消息给他 星衣自然知道事情的真相 回到家的他还在想继续保持沉默 放任他们继续杀人真的好吗 他想把米奇的事情共助预示和共人研究 不过米奇却不理解星衣的逻辑 对他而言 他的同伴只是在进食罢了 是作为生物的震荡行为 星衣反驳人类的生命是很珍贵的 米奇也说珍贵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 就没有重视过任何东西 米奇威胁如果做出威胁自己的行为 他就会全力阻止 虽然不能杀掉星衣 但夺走视力或听力还是绰绰有余 米奇上网查了恶魔的定义 他认为最接近恶魔的生物是人类 因为人类伤害各种生物作为食物 反而他的同伴吃的食物只有一两种 星衣自然不想听他这种歪理 来到大街上 看守男不明白为什么人类对碎尸案那么惊讶 并感受到米奇这个同类 另一边的米奇也同样感受到有人正在靠近 让星衣离远点 没想到星衣却不急不慢 也没像上次一样逃走 反而是把对方引到一处没人的空地 米奇不理解为什么昨天会害怕的星衣 现在仿佛已经不知道何为恐惧 星衣说现在很多人被杀了 那要为了人类而战斗 更重要是担心放任不管会危及到春野 话未说完 看守男已经出现在身后 看着眼前的猎物慢慢靠近 米奇警告看守男如果敢攻击星衣 自己就会杀掉他 没想到看守男要请米奇转移到自己身上 从手臂转移到大脑是不可能的 但从手臂转移去手臂就很简单 说完就砍断了自己的右手 只要寄生在一起就能变得更强 而且要活个140年也不是问题 见米奇还在忧郁 看守男直接发动其攻击 关键时候米奇挡下攻击并砍断对方的头 看守男就这样隐恨西北 米奇说是对肉体转移没有把握 并非特地揪下星衣 来到周末 星衣因为昨天的死性不在焉 不过还是和春野有说有笑 回去的路上 春野说起最近的碎事案 让星衣不禁担心 如果春野知道自己右手的事 肯定会觉得恶心吧 两人来到公园时 有几个小屁孩把猫埋伸头 还用石头来丢他 星衣走过去阻止并放着小猫 谴责说动物不是你们的玩具 他们也有生命 小屁孩不服气地用石头扔向星衣 星衣帅气的无视野抓石头 并凶狠地说了一句 信不信吃了你们 对方被吓到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回去的路上 星衣在讲米奇说的那句 最接近恶魔的生物是人类 或许是对的 看到男朋友有心事 春野主动牵起星衣的手 开心地跑起来 在某一处 一对裸体的男女望着彼此 好像准备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对于米奇那句 最接近恶魔的生物是人类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拥挤的地铁里 一道阻止赤汉的声音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痴汉恼羞成怒 大声反驳女人 结果门打开的瞬间 直接被打飞 不难猜这个女人也是寄生兽 上学的路上 春野说星衣最近有点变了 米奇突然从脖子出来 说附近有同伴 星衣越靠近学校 与对方的距离越近 表示对方就在学校里面 几百人的队伍里 星衣尝试找出对方 却毫无同虚 而且对方也在找着他们 就在这时 校长介绍新来的代课老师 也就是早上的那个女人 田工梁子 米奇立刻确定梁子就是她的同伴 星衣听到她是春野的副班导师 便下意识望向对方 结果梁子立刻发现了他们 冷冷的笑了笑 一课时 米奇夸奖梁子在失去头的情况 还能保留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而且还作为老师传授人类知识 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 星衣只担心其他同学会被吃掉 不过米奇分析梁子想融入正常社会 是不会把生活中 有直接关系的人类当作食物 上数学课时 米奇居然睡觉了 星衣害怕得完全没听课也没做题 梁子让她等下到指导室 一些同学还说羡慕星衣能被美女教去辅导 记得星衣直接破口大骂 在走去指导室的路上 米奇刚好醒来了 开门打了招呼后 梁子开门见山问星衣知道自己的身份吧 并表明没想开打 在这种距离打起来对双方都不好 只是约她放学后谈谈 没感受到杀意的米奇直接答应了 看到因为害怕是圈套而不想去的星衣 梁子吐槽说 人类这种生物怎么都这么缺少理性呢 随后就站起来想离开 再次表明是对星衣这种情况有兴趣 想收集资料和交换情报 星衣放学后到餐厅等待 米奇让她把袖子卷起来 因为来了两个人 梁子带来了一位男人 这位A先生见面就直接启示米奇 说这家伙能称作为同伴吗 索性梁子阻止A先生才没开打 星衣说了之前遇过的寄生兽后 梁子问星衣 在你看来我们算是什么 星衣回答说是吃人的怪物 不然还能吃什么 梁子坦诚说 已经跟A先生发生了性行为 而且还怀孕了 那么问题来了 她肚子里的又是什么呢 米奇强大回答说是普通的婴儿 这样的话又回答第一个问题 他们又是什么呢 星衣表示鬼知道呢 为了让被寄生的人类活下去 而吃掉其他人类 根本就是自相残杀 此时的A先生已经不耐烦了 梁子和星衣他们还在继续研究和探讨各种问题 A先生站起来说要回去了 对他而言 饿的就吃 有爱吃的就除掉 心里也打算要除掉米奇 梁子警告说会尽量维持人类的身份 只要他愿意 三秒就能杀光一个班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让星衣别打自己的主意 第二天上课时 梁子手里的分别断了 米奇也感受到杀意 是A先生杀了过来 几个老师还没搞懂什么事情就被杀了 校方立刻通知学生到操场避难 米奇说应该在这里解决掉A先生 因为他可是在大白天 有人多的情况杀进来的无脑鲁莽类型 就算现在逃走了也会被追上 自己有个作战计划 他知道一旦A先生找到自己 一定会不顾其他人强行攻击 所以米奇想要利用周围的同学周围肉盾 趁A先生杀他们的同时 找准机会吃穿他的心脏 善良的星衣当然不会这样做 立刻跑到没人的地方 激动自于大红想陪他去的春夜 来到没人的地方后 米奇还问是不是不满意自己的计划 他则是为了保住性命而牺牲别人罢了 动物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 还想起人类是一种会自杀的罕见生物 星衣也不跟他废话 挪动作址当作护盾准备迎战 米奇问星衣觉得他们和A先生的区别是什么 星衣给了几个答案 最后一个答案是他自身一人 我们有两个人 米奇反问说 A先生究竟有把他们当作两个人吗 并随手砍断椅子的脚当作武器 米奇的力量和A先生部分上下 要赢过他只能让星衣参战 并提醒说如果动摇就会扯自己后腿 准备好后 星衣把武器藏在背后 还在做心理建设时 米奇说A先生离他们只有三米 但星衣却没看到他的身影 A先生就在他们脚下死死盯着 直接破窗而入境来 战斗就此打响 A先生恐吓星衣说除了右手外就是废物 吓得星衣退后几步 想起米奇说过动摇就会输 让他立刻镇定下来 A先生开始攻击 米奇也立刻开启防御 那几乎快到模糊的速度 让身为人类的星衣根本跟不上 回想起刚刚的作战计划 米奇会负责防御 攻击的人物自然交给星衣 因为米奇察觉A先生非常侵蚀人类的力量 恐怕没把星衣当回事 回到来战场 星衣配合着米奇一步步靠近A先生 趁其不备 一管子插进心脏 米奇立刻把星衣拉走 鲜血直接顺着管口喷出来 基本上已经赢了 A先生把管子刺穿背部来止血 此时的他走路都很艰难 米奇不想给他最后一击 但星衣却不想成为杀人犯 只好让他走掉 A先生知道制服身体已经不行了 想找梁子来共用一个身体 一打开门 梁子就跳窗逃走 还设置了陷阱 A先生就在爆炸身中毁灭了 这件事过后 社会迎来了暂时的平静 学校继续开课 梁子也若无其事地教授 不过却因为未婚怀孕的事情 受到校方的批评 梁子因为不想引人注目 索性直接辞职不干了 他找到星衣 说田工梁子不存在了 也就是包括星衣在内所认识的人都能除掉 星衣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杀人 因为米奇是靠自己的血液存活 换句话说就是吃着人类的食物 就算他们不以人类当作食物也能存活 梁子没正面回答他 反而问星衣为什么 苍蝇不用教也知道怎么飞 蜘蛛不用教也知道怎么自我 梁子认为他们只是听从于命令而行动 地球上的生物都在遵守着某种命令 自己在夺取大脑时收到的命令是 把这个种族吃尽杀绝 治愈肚子里的孩子 他打算先生下来 在实验时应该用得上 没用的话就吃掉 说完便打算出掉星衣 米奇一看不妙 因为梁子体内有两只寄生手 并立刻准备迎战 但梁子却从星衣眼里看到什么 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虽然少量但却有点混合 便决定放他一马 夜晚时 梁子的母亲来找他 梁子冷冷地说自己要出去 那位老母亲让他转过来 一眼便确定了眼前的女人并非真正的梁子 结果可想而知 这位老人家就被残忍杀害了 早上睡醒 星衣发现右手不见了 米奇还像狗一样蹦蹦跳跳 星衣妈开门就看到疑似男生热肠 催促她去洗个脸 米奇说在做移动实验 保持分离状态最多只能三分钟 星衣还以为她想侵占自己的大脑 米奇说是不可能了 还问要不要实验试试看 星衣说那些寄生物能否从一个大脑转移到另一个大脑 米奇说理论上是可以 但风险很高 也可能会有排异反应 星衣爸说要和星衣妈去旅行 反正随时按减少了 知道真相的星衣自然反对他们在这种时候去 结果星衣妈突然严肃起来 说如果星衣真的反对 他们大可以不去 他更在意是儿子最近好像有什么烦恼 星衣随便应付就出门要去学校 因为他清楚一旦告诉了父母米奇的事情 毫无情感的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 星衣的父母还在讨论着他的事情 星衣爸觉得是因为星衣妈手上的伤口 回一起过去 星衣妈为了救他 直接徒手接着差点倒翻的热油 还立刻关心星衣有没有被烫到 米奇让星衣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的同类都是散落在食物充足的大城市 而且目标都是单独行动的人类 星衣爸妈在乡下旅游或许更安全 星衣妈没敲门就进来 把星衣吓得够呛了 大红让星衣妈下次一定要先敲门 身为母亲肯定会感到伤心 听到星衣说赞成他们去旅行时 星衣妈说自己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明明早上还反对 现在又赞成 让她觉得星衣仿佛不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星衣也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说谎是因为寂寞了 几天后星衣父母就准备出发了 星衣妈出门前还说了句 我们走啦 殊不知这句话将是与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在一处高楼内 两只磨着动态器的肚子 似乎在寻找目标 一对情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女人拉着安全带问是干什么用的 还想脱掉安全带 导致男人分心发生车祸撞下山 原来女人也是寄生手 失去安全带的保护 导致她整个人撞飞出去 内脏几乎完全受损 必须立刻转移到新的身体 可怜的男人睁开眼 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就被斩走了 上学的路上 星衣问米奇 两只的那句 虽然少量但却有点混合是什么意思 米奇解释 因为她的身体是通过神经和体液 连接星衣的大脑 所以大脑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两只当时就是感受到 非人类的气息才放过她 星衣当然不认同 她除了右手外 全身上下都是正常的人类 但米奇说 如果精神上出现变化也很正常 会想起星衣妈和春野都说过 她有点变了 星衣还是摇了摇头不愿接受 走着走着 星衣看到杂发男正被几个人为殴 刚说没两句想阻止 就被一旁带头的打家男和佳乃嘲笑 其中一人更是一拳打向她 回想起米奇不理解什么是人心 也不明白为什么人类为了其他人 会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现身行为 因为人性是寄生兽没有的东西 星衣想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类 再次阻止他们 打家男禁止走到星衣面前 一拳借着一脚殴打她 加乃让打家男停手 走到星衣面前看着她 结果她从星衣眼里的深渊 看到一只眼睛盯着她 帮雪路上 加乃找到星衣问她为什么不逃走 星衣不想搭理她直接走掉 这一切都被打家男听到 便派人把春野绑走 星衣刚走上前就被痛殴一顿 不过星衣还是让米奇别出手 看星衣不敌对方 米奇分析了他们的战力 星衣的战力自然不如他们 米奇说动物会避免毫无胜算的斗争 有人心的星衣肯定不会退缩 还说这就是人类和他们的不同 下场当然又是被吊打一顿 星衣恶狠狠让打家男放人 米奇也准备出手 关键时刻 加男让打家男听手 杂发男也带了一群人来报仇 一旁的米奇吐槽说 以多战少的他们作为动物比星衣还聪明 随后就是一些暴力情节 画面来到开场被寄生的男人 因为原本是寄生在女人身上 导致他现在发生排异反应 需要尽快找一个女人的身体来进行转移 星衣问春野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奇怪 没想到春野一顿夸奖星衣帅气英勇 即使知道没胜算还那么拼命救他 让星衣放心了不少 还暗示说父母不在家 但春野说要回去了 让想研究人类繁殖行为的米奇失望了一下 加奈找到星衣和他道歉 两人握手时 加奈就感受到一些东西 星衣察觉后就松手又回去了 米奇让星衣多加提防加奈 因为他好像能感受到属于寄生兽才有的波长 而且他还比春野更加敏锐 与此同时 星衣爸和星衣妈正看着日落 还说下次要带星衣来 很可惜没有下次了 一只寄生兽突然跳出来 还没反应过来 星衣妈就被斩首了 吃了晚饭后 星衣就接到星衣爸的电话 电话里的星衣爸迷迷糊糊说了去报警 有怪物之类的话 还没来得及说完就晕倒了 星衣越发不安 还做了奇怪的梦 米奇感受到有同类出现了 此时的星衣一直担心父母 还责怪都是米奇的错 自己本来就反对他们去 他早就该把入所的事情告诉父母 不过米奇还是让他应付眼前的敌人 星衣拿了一把刀后就走出去 那个寄生兽把门锁打开 一步步走了进来 在星衣紧张的情绪下 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星衣灿灿微微的叫着妈妈 米奇立刻说那不是她的妈妈 不过星衣已经什么也听不进去 一直想和妈妈解释优手的事情 让她不要和自己开玩笑 米奇还想让星衣清醒点 不愿接受的星衣怒哄让她闭嘴 还威胁要砍下她 星衣继续尝试和妈妈对话 结果那个寄生兽毫不留情 一击吃穿星衣的心脏 星衣直接整个人昏死过去 寄生兽对米奇说了几句话就淡定离开 为了保住性命 米奇打算和星衣的心脏一体化 之间她变成心脏的样子 整个钻进星衣的身体里 让她勉强活过来 因为一直没上学 春也便想到星衣的家去看看 殊不知男朋友现在正被寄生兽努力抢救 醒过来的星衣迷迷糊糊戴上眼镜 发现不戴反而看得更清楚 她脱下衣服看着被治疗好的伤口 却还是接受不到自己母亲的事情 电话突然响起 是星衣爸居住的医院打来的 幸运的是星衣爸并无大碍 星衣戴好衣服后就立刻出发 在门外遇到春也 面对春也的关心 她几乎沉默不语 看着星衣那沉重的背影 春也问她说还会回来的吧 星衣点了点头 神情变得坚定 发誓一定要杀了那个寄生兽 在前往目的地的船上 一位学生女向星衣打了招呼 而且这位学生女也是本地人 在医院里 星衣爸问警方有没有找到星衣妈的遗体 警察却说星衣妈还活着 因为猫排女当天有回去宾馆 还和工作人员说话 星衣爸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一旁的医生安慰说 她只是受到打击 把噩梦和现实搞混了 不过只有星衣爸知道那并不是梦 星衣来到医院后 明明心痛的男女表达却口不出来 听到星衣爸说是发了噩梦 星衣咆哮说妈妈是被怪物杀了 她还想继续说下去 不过星衣爸让她别说了 星衣爸当然知道自己的老婆已经被怪物杀死 只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星衣只好先去找落脚的地方 她找到一间在医院后面的民宿 刚刚在船上的学生女出来招待她 星衣看着医院 她知道星衣爸目睹的全程 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好星衣爸 和为星衣妈报仇 星衣此时的身体变得异常灵敏 甚至听到学生女走着过来的脚步声 夜晚时分 米奇说在修复星衣身体时发生了变化 准确来说是落点 她一天中会有四个小时左右会陷入深度的睡眠 以前睡觉时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醒来 像是星衣狭狭或同伴出现时 但现在一旦进入深度睡眠就暂时不会醒来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四个小时内出现敌人 星衣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这一切都是因为修复心脏时 离开右手太久导致发生的变化 星衣母亲被杀 星衣自然对身为同类的米奇产生很大的敌意 而且把落点告诉敌人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不告诉可能会让他们两个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所以米奇到现在才告诉星衣 第二天拿了报纸给星衣办后 星衣就坐在空旷又闲眼的地方 学生女又出现和她唠嗑 米奇突然说同伴出现在海边那里 星衣知道海边的方向后就一路狂奔 米奇再次和星衣确认可不可以直接杀掉 星衣停下来想了想 坚定的说可以杀掉 学生女赶过来说要从另一边绕过去才行 没想到星衣直接跳过防海堤 一眼便看到那个人在远处 星衣满脸怒气跑向敌人 米奇本想告诉她一些事情 不过星衣让她等一下再说 现在要先解决眼前的敌人 她高高跳起到敌人背后 警告对方不准动 没想到转过生死并不是冒牌女 反而是一个看起来迟钝又呆呆的小胖男 米奇两处刀刃看着小胖男 说他人类大脑的部分还活着 小胖男的嘴巴突然变大还说话 星衣吓得一屁股往后跌 米奇再次确认了眼前的男人 除了嘴巴外都是正常人类 而小胖男的寄生兽小嘴 开心的说他们是伙伴了 小胖男因为离了婚 想跳海之杀却没有勇气 小嘴就是在那时想占领小胖男的大脑 导致惊慌失措的小胖男掉下大海 无奈下小嘴只能放弃占领大脑 并想办法救下小胖男 解释完后 星衣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们 悲惨的故事让小胖男哭得不要不要的 还被小嘴吐槽说 不理解人类会哭泣的特有行为 这句话也让星衣陷入了思考 小胖男答应一旦发现冒牌你就会联络星衣 毕竟星衣可是他第一个遇到的同伴 夜晚时分 米奇打断在睡觉的星衣 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米奇让他回想一下 他在早上时奔跑的速度 已经达到奥林比克选手的水准 还能轻松跳过三米多的防海梯 星衣还不明白 米奇开始表演分裂给他看 分裂的越小 智力就会下降 甚至可能无法回复原来的样子 一些太小的肉体也会很快枯死 所以在分裂时必须先统一意识 也就是一个口令 像是恢复原样之类的口令 如果一些分裂的太小的肉体 还是能存活在有新鲜血液不断流过的地方 星衣瞬间恍然大悟 现在和他说话的 只不过是米奇原来的78%左右 因为修复心脏太过负荷 导致米奇的身体散布到星衣体内各处 他也已经无法向另外30%的小肉体发送口令 不过在星衣体内的肉体并没有自主意识 所以不会占领大脑 星衣多少有点顾虑 因为在见星衣80 明明很心痛却一滴泪都流不出 刚刚小胖男因为遇到同伴而大哭时 他也同样没哭 第二天早上 星衣问学生你自己看起来像不像普通的人类 学生你回答他后就开始埋怨 说星衣什么都不告诉他 好几次露出悲伤的表情 像是不流眼泪的哭一样 说完便害久的跑掉了 小胖男打给星衣说冒牌女出现了 自己会尽量拖着他 不过星衣却让小胖男立刻逃走 因为一旦发现小胖男还保留人类大脑 冒牌女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展开攻击 星衣立刻开始狂奔想找小胖男会合 另一边的小胖男已经跑得筋疲力尽 小嘴只好自应他去另一个地方 米奇突然说自己困了 不过在彻底碎死之前把右手变形成武器 让星衣至少要活下去 小胖男和小嘴跑到断崖 小嘴说可以在这里报夹敌人 冒牌女很快就追了上来 开始改变形态准备攻击 还在找他们的星衣很快就听到打斗声 小嘴拼了命的不断防御 不过小胖男又胆小又迟钝 直接连累了小嘴 猫牌女继续攻击 小胖没两下就被吃穿心脏倒在身后的山壁 猫牌女立刻感受到星衣的存在 听着样貌和声音同样的猫牌女 在分析自己没死的原因 星衣气得咬牙切齿 说要杀了她 哪怕是早一秒 猫牌女开始发动攻击 但都被星衣躲过 猫牌女不敢相信一个人类竟有如此的运动能力 此时的星衣已经能看清攻击意义当下 看着不省人时的小胖男 神气得星衣主动攻击 来了个腰斩 心想下一次要瞄准脖子 星衣继续展开猛烈的攻击 猫牌女完全召架不住 又在要给出最后一击时 手伤的伤口让她回向起母亲 猫牌女趁她奋神时迅速反击 准备继续攻击时 就被砍断了脖子 原来小胖男还没事 小嘴早就看穿猫牌女一直瞄准心脏 所以在刺卤的瞬间就挪动心脏的位置 猫牌女就将隐恨西北 星衣不禁松了一口气 说一切都结束了 星衣收拾好后就准备离开 还说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学生里只能再不舍下和她道别 两夫子来到山上 星衣爸说星衣妈直到现在还爱着她 星衣问父亲在噩梦里 母亲有没有感受到痛苦 听到星衣爸说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瞬间后 自怀的星衣直接倒头就睡着了 本期的影片就在加奶和春野 感受到星衣回来下节目了 此时的星衣已经没有以往软弱的样子 而她的性格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阴暗的房间里 两子命令变脸难到学校见识星衣 但不可以杀了她 毕竟她是预测寄生受未来可能性的研究资料 外面来到达家男找上加奶 看着她电话有星衣的照片 达家男不爽地问她是不是喜欢星衣 不耐烦的加奶回了一句不关她事 令达家男生气得到学校想找星衣谈谈 虽然星衣解释最近都没找过加奶 不过达家男还是想对星衣动手 此时的星衣和遗忘不同 无论打家男怎么攻击都打不中她 还被她一把抓住脚轻松推跌 见春衣来了 星衣放下鞋冷冷地看着打家男 仿佛在警告她一样 春衣感觉星衣回来后变了不少 又问她是星衣吧 没想到星衣却没像以前一样给出肯定的答案 不过为了不让春衣担心 她还是说自己当然是星衣 在另一边 加奶感觉到星衣在慢慢靠近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能力 果不其然星衣从楼梯上来 但看到身后的春衣 加奶瞬间从开心转换成失望 自从星衣骂死后 星衣把整日戒酒消愁 几乎不怎么吃饭 对什么事情都好像无所谓 像是星衣提出顾保姆的事情 也只是让她想顾就顾 星衣感觉自己心里好像有什么问题 她完全哭不出来 就好像失去了一个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过既没感情又不会流泪的米奇 只觉得星衣无畏之机 自从米奇的细胞分散到星衣全身后 她的感官变得非常敏锐 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能听到周围的声音 星衣突然听到求救的声音 原来是一只被车撞倒的小狗 但她那张严重受损 已经无力回天 星衣抱着小狗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 赶过来的春衣说有点害怕 以前的星衣虽然战战兢兢 但却给人一种可爱的安心感 可从旅行回来后就变得有些冷漠 春衣以为是自己想多了 就在这时 星衣手里的小狗彻底死掉了 星衣直接把尸体扔进垃圾桶 这举动让春衣大吃一惊 她觉得小狗很可怜 没想到星衣冷淡的说虽然可怜 但已经死了 死掉的狗就不是狗了 只不过是有着狗心态的肉块而已 这回答让春衣完全接受不到 以前的星衣根本不会说出这种话 说完便伤心的哭着离开了 星衣问米奇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对没有情感的米奇来说当然没有问题 只不过星衣刚刚那句 有着狗心态的肉块 更像是她会使用的表达方式 星衣想了想 便把尸体埋在大树下 这样就能分解成养分 被大树吸收 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 春衣还因为刚刚的事不愿理星衣 米奇突然说有同伴出现了 但好像不是梁子 而是另一只寄生兽 而且对方没有杀意 还非常平静的慢慢靠近他们 只见一个男生从后面走来 他正是开头的便年男 他面无表情 一眼淡定冷漠 表明只是想和星衣他们做朋友 并非常期待等下一起上了体育课 便年男出色的体育和帅气的脸孔 受到同学的喜爱 不过对他扼言 运动只不过是能帮助他 更轻松的操控身体罢了 星衣让他别斗圈子 觉得他是良子派来杀掉自己的 便年男一言不懈的说 自己不会对星衣和学校的人下手 而且最近根本没对人类下手 都是吃着和人类一样的食物 还说他们已经开始探索 与人类共存的方法 星衣完全不相信便年男的话 反观米奇对她的话非常有兴趣 不过却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草草结束了话题 原来米奇又感受到睡意 如果让敌人知道了这个落点 后果可不堪设想 星衣靠在窗边思考便年男的提案 但想起寄生受凶残的行为 和母亲被杀害的事情 星衣无比愤怒露出凶狠的标情 对想要和好的春衣看到 吓得春衣转过身就想走掉 与此同时 珈乃因为有着感受星衣存在的超能力在等她 又在她感受到星衣来着 转过去想打招呼时 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便年男 因为认错人一般是脸或背影相似 珈乃在还没看到人的情况 就叫了星衣的名字 所以便年男想抓住珈乃问点东西 还好星衣及时赶到 意料下狠话警告便年男 便年男说了句真可怕呢就离开 同时也注意到星衣用手的反应很弱 珈乃让星衣送自己到车站 这一幕恰巧被春衣看到便吃醋的跑掉 大指南星衣没去追女朋友 反而真的送珈乃去车站 珈乃和星衣谈成感应能力的事情 星衣却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珈乃感应到的是危险人物释放出来的电波 并让她不要再接近便年男这种危险人物 果不其然便年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早上还说没对人类下手 晚上却变了张帅哥脸 依此来吸引猎物作为食物的来源 在利川家里 对便年男友好感的她还非常满意自己画的肖像 殊不知她的男神正在某处享受着晚餐 因为种种原因 星衣和春衣的关系闹得有点尴尬又僵硬 我在一方偷看的便年男 还是感觉星衣用手的反应很弱 便忍不防的释放强烈的杀意 在看到星衣还是没反应后 那心里多少有点确定了 利川和朋友讨论着帅气的便年男 对方一举伪造的脸让利川突然若有所思 画面来到星衣爸不满意 为何不把事情攻注于事 对方表示担心虚假的资讯会引起社会恐慌 导致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 来根据星衣爸的描述画出寄生兽的肖像图 又在政府人员离开后 星衣爸还是选择把星衣妈的事情告诉他 早已知道真相的星衣 就这样默默听着爸爸说话 但还是对优手的事情闭口不提 利川在家里看到寄生兽的图画 他会看到是因为他的哥哥就是负责画图的警务人员 虽然他问了哥哥 但这种机密的事情肯定不能告诉一般民众 利川见状也没追问下去 把便年男的肖像图给哥哥看 问他能不能看出什么不对劲 不过毕竟只是一张正常的人眼 利川哥哥自然看不出什么问题 第二天放学时 利川看到便年男又一个人不懂在等什么 一刻就突然从天而降 恰巧打中便年男的头 然后就凹进去了 但帮助员过来时 他的头又恢复了原样 而若无其事地走掉 只把目睹一切的利川吓得不轻 自己到底看了什么鬼啊 欣宜等着春夜想说清楚家奶的事情 米奇突然出来说便年男有杀意 原来是打家男带人来报仇 他早上以为便年男找家奶的麻烦 想给便年男一点颜色悄悄 结果转过头就被一顿暴揍 还被便年男警告说再找麻烦就猎杀他 所以就有了这一幕 看着眼前不怕死的人类 便年男说先去没人的地方 欣宜立刻飞奔下去 留下古灵灵的春夜 他飞身跳过三米高的墙壁 便年男都尽了奥运选手都没那么厉害吧 欣宜大红说便年男终于露出真面目 便年男无辜地表示他才是被挑衅的 欣宜让便年男赶紧离开 自己会处理剩下的事情 其中一人还以为欣宜想保护同伴 欣宜一脸不屑 警告几人中最有实力的大哥大 别再找便年男的麻烦 他家男都懵了 欣宜明明是第一次见大哥 为什么知道他的实力 大哥大走到欣宜面前一拳打过去 却被轻松当下 欣宜刚想出点力 大哥大就被吓得收手 让小弟们撤退 他心里清楚一旦打起来必须无疑 春野抱着书包在校门口等待欣宜 欣宜温柔地握着他的手 两人对视时 欣宜突然把春野拉到身后 原来是便年男来了 便年男问欣宜是不是已经把人打得满地找牙 欣宜瞬间怒了 大喊让便年男快滚 便年男见状 只能选择默默走掉 欣宜太过激动把春野的手握疼了 春野说他很奇怪又变了 还会说出一些以往不会说的话 自己认识的欣宜不是这样的人 春野觉得欣宜是太勉强自己才变了 有一次问他真的是欣宜吗 欣宜没像以往那样耐心回答 而是大声让春野闭嘴 春野失望地说自己认错了人 留下欣宜孤单的背影 欣宜看着胸口的伤疤 说都怪这个伤疤才发生了变化 米西却觉得欣宜变得更强更稳定更理智 并不是一件坏事 另一边的利川还在回想早上的那一幕 为了消除疑惑 一路跟踪便年男 结果看到便年男在一出巷子变年了 简直是变了另一个人一样 利川联想到哥哥在调查的怪物 找到哥哥想问些东西 并确定了怪物就如便年男一样可以变年 他犹豫要不要把便年男的事情告诉哥哥 却害怕是自己搞错了 决定先找便年男谈谈 第二天在美术室 利川拿起一瓶药水放生 便年男来后 利川先是来了一段告白 然后唯唯诺诺说自己什么都看到了 还说如果他真的是杀人怪物 就立马离开别再杀人了 便年男只关心他有没有告诉其他人 利川还在不停的问他真的会杀人吗 简身份暴露 便年男的脸开始变得阴暗起来 他双眼正宁 开始变成寄生兽的原网想杀掉利川 利川吓得说不出话 自己喜欢的人竟然不是人 心里大喊一丝混蛋 无视搬上人的目光就离开客室要找便年男 便年男一步步靠近 利川捡起药水扔向便年男 便年男打碎药瓶 药水洒到他的头上 直接让他痛苦不堪 利川趁机会逃到窗外 便年男还想继续攻击想逃走的利川 利川直接跳下去 索性一棵大树起了环冲的作用 让他跌下去后保住小秘 便年男慌乱时不小心把药水吸进体内 让米奇都感受到他的意识开始支离破水 几个师生还以为眼前的人是在玩cosplay 没反应过来就去领便当了 几名老师发现后就立刻报警 米奇感应到便年男的信号非常散乱 不过他正去着心仪的班 但此时的走廊被堵得水泄不通 心仪只能先去避难 外面的学生还以为是像上次一样的演习 听到春野的三班还没出来 心仪立马返回去要找他 没跑几步就看到一些三班的人逃出来 但春野却不在里面 想起上次和春野的最后一面 心仪越发布案 就在此时 米奇说便年男在三楼 心仪马不停蹄跑上去 眼前遍地血淋淋的尸体 直接让心仪崩溃了 米奇让他调整好呼吸 冷静片刻后 心仪走过一片血海 看着眼前疑似春野的尸体 心仪伸手查看发现不是春野 让他淡定了不少 他闭上眼睛 击中精神 确认了周围的生还者 走过转角处边看到春野 下怀的春野看到心仪 直接抱着他打哭起来 听到心仪是从遍地尸体堆的走廊过来时 其中一人害怕地问心仪真的是人类吗 然后就崩溃地逃走 结果可想而知 两人一转弯就领了便当 心仪抱起春野逃到客室里面 见遍连男主不靠近 心仪果断从三楼跳下去 稳稳落地停顿一下就不断奔跑逃走 在逃到学校外面后 还不忘安慰春野 把春野交给医护人员后 心仪返回去想和便宜男做个了结 但外面已经被警察包围 此时学校里面的警察也一个个在送人头 小小的子弹对寄生兽根本起不了作用 听到警察说便宜男正往屋顶走去 心仪捡起地上的石头当作武器 来到远处的高楼准备偷袭 见便宜男上来了 心仪借助米西的力量开始蓄力 白好姿势一石头扔出去 便宜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穿心脏 满脸怨恨的死去了 看着电视上报道便宜男的事情 心仪不明白为什么警察不把他的尸体公开出来 米西反问如果人类知道有会吃人的怪物 会有什么后果 心仪回答应该会瞧着要把寄生兽都抓起来 具体怎么抓 心仪提出想和警察一起合作 米西立马拒绝他 对他而言 自己是自己的同伴 不属于人类的一方 他们不像人类一样多愁善感 所以同伴被杀也没什么感觉 虽然没公开便宜男的尸体 但一些高层已经讨论着要不要公开寄生兽的事情 一位生物学博士开始向其他人解释 寄生兽是以头部来变换各种形态 包括头发也是小小的肉体 只要拔掉寄生兽的头发 该肉体就会挣扎几秒 换句话说 辨别人类和寄生兽的方法就是拔头发 在政府公布了这个方法后 拔头发就成为人们热场打招呼的方法 经过上次的事情 春野和新衣也和好如初 一个女人拉着男人不让他走 说着说着还顺手拔了他的头发 女人定睛一看头发竟然会动 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男人还叫另一只寄生兽帮忙分食猎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约会是好好的月 别乱乱拔头发 画面来到家乃被几只怪物追杀 怪物把他按倒在地上 眼前出现一道圣光 男人骑着白马 右手化成武器 一刀接着一刀杀掉怪物 每两下就杀光所有怪物救下家乃 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 家乃主动献文 然后就梦醒了 家乃看着变年男的新闻 再回想起新衣曾经对他的警告 便想偷偷拔新衣的头发 新衣一把抓住他的手 来主动让家乃把头发来消除怀疑 不过新衣不是真正的寄生兽 自然没问题 家乃只能偷偷把头发收起来 家乃追问新衣是不是知道变年男的身份 才提醒要小心他 新衣肯定说不知道 心里考虑着要不要把寄生兽的事情 告诉有感应能力的家乃 米奇肯定不同意 觉得家乃并不是同伴 新衣为了家乃的安全 还是警告他如果感应到信号 绝对不能贸然靠近 因为有可能是怪物 家乃开玩笑如果感应到谁 就去拔那个人的头发 新衣直接来个逼动 说绝对不能这样做 看着新衣担心自己的样子 家乃多少有点开心 米奇叫新衣到其他地方去 警告别再和家乃说话 因为新衣说的话漏洞百出 新衣肯定不会答应 他清楚如果不离家乃 他早晚会遇到危险 只能答应米奇下次会小心点 画面来到一个身材壮大的男人 大魔王 他先是和司机说十分钟后回来 便来到一个黑刀面前 问里面有多少个人 黑刀以为他是来找事的 刚想动手就被描杀了 大魔王解决掉一些小弟来到房里 黑刀见大魔王不是擅长 一颗开枪攻击却被他轻松散掉 大魔王奋力一跳一脚毙命 借力踢倒另一人 并硬生生拔掉他的头 三人惊吓之余直接被描杀 一个黑刀刚挥起刀就被打穿心脏 另一个人连开束枪也直接被描杀 大魔王一脸描视 让剩余的人放马过来 然后又是单方面的绝对实力掩压 大魔王被砍中手臂 直接蓄力弹掉刀片 大魔王的头以为得手了 没想到大魔王站起来拔掉头上的刀 还说是在做实业 然后一脸得意的结束了单方面的屠杀 他淡定的走出来 在周围人的眼光下开始逃跑 几个路人还想去追大魔王 一经过转角处便跟丢了他的身影 一只手悄悄伸出来 后面的男人瞬间消失 两个路人离开后 大魔王便换了个人走出来 还和刚才的样子有很大的反差 这件事很快传遍各大媒体 心意怀疑是寄生受干的好事 但又觉得他们除了烈石外不会断杀人 当选男看着新闻的报道 在走廊遇到大魔王说他弄出的动静可真不小 大魔王还对老板说是个不错的热身运动 和好入住的心意和春野到处约会 两人来到公园时 心意看着眼前的母子 小孩不停哭闹说讨厌母亲 就在那位母亲准备动手时 心意的胸口突然剧烈疼痛 仿佛像是被开了一个洞一样 不过还是和春野说只是有点喘不上气罢了 阿俩回去的路上有说有笑 心意知道他对春野的感情是真的 还希望米奇可以一直沉睡 并展示了一波甜蜜的狗粮 只不狗粮我是吃饱了 不过一旁的珈乃应该吃得更饱 心意离开后 春野的内心还是来了个经典问题 你是全心意对吧 春野觉得如果他们的关系能早点变得更好 他刚刚也能坚信心意就是心意 珈乃约了心意想和他见面 说有最后一个要求 心意等待时 米奇突然说有同类 而且数量不定 心意来到路边的演讲会 米奇也确定了一共有八个人 台下有两个 在上面有六个 有所察觉的大魔王开始看向人群 很快就和心意对相了眼 幸好他对心意没什么兴趣 珈乃刚好也过来了 心意微微转过头看过去 发现大魔王还死死顶着 心想这下糟糕了 回到家的米奇异常兴奋 之前当老师的两子已经很厉害了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当上政治家 要不是非常了解人类心理可是很难当选的 心意认为他们不可能当选 也想不通他们有什么目的 米奇分析第一个可能性 是他们在伪装人类学习各种知识的过程中 对政治起了兴趣 第二个可能性是为了确保寄生兽的食物和居所 心意觉得言之有利 因为无论怎么藏尸体 社会上还是会有失踪者 一旦杀了知名人是还会引起大哨动 所以他们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才能掌握相关信息 心意立马担心起来 因为刚才拉走家乃后 家乃说也感应到除了心意外的四五个人 所以如果放人下去 家乃一定会有危险 心意隔日来到同个地方 米奇表示不想参与进去 心意却想搞清楚他们现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不过一路探测却没感应到什么 还碰巧遇到家乃 心意再次劝告家乃不要去接近感应到的信号 家乃却反问为什么 难道是网上流传的寄生兽吗 还问心意难道他也是寄生兽吗 大家难走出来说要找家乃 心意见状便起身离开 说下次有些话想好好谈谈 回到家后 米奇问心意刚才那句想好好谈谈是指什么 还揭穿他今天的目的根本是要去见家乃罢了 米奇说他们一族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成长了 却还是无法缠除人类所为的情 所以希望心意不要做出危害到他的行为 还威胁心意说他应该不想看到自己右手将人砍碎的场面吧 家乃在房里感受到信号 他一路寻找着信号 一个女人猛的出现 察觉不对劲的家乃立刻淘宝 他们一几步就收到心意的邮件 两人来到没人的建筑物 心意把右手打向墙壁 以此确认米奇睡着了 他把寄生兽和右手的事情告诉家乃 没想到家乃却不相信 觉得心意是为了寄也 所以才编了个理由不想再见他 心意不停解释想让他相信 家乃却说他能单独分别心意和其他怪物 还约定下次要看看右手的真面目 心意看着当学难当学乐 让他更担心的是 家乃说能单独分辨的能力 到底是真话还是谎话 第二天放学时 心意和寄也有说有笑 完全没注意到等待已久的家乃 家乃不明白为什么心意没察觉到他 全世界明明只有他能感受到心意 家乃盯着心意 希望他能转过身来看自己一眼 结果心意还是走掉了 打家乃派心家乃 说心意都有女人了 而且他也配不上家乃 家乃气得说了一对非常难听的话 可怜的打家乃就这样默默离开 米奇知道心意什么都说了 他不能与心意为敌 但也不希望心意擅自做主 还说家乃的能力变强了 他能发出寄生兽用来感应彼此位置的信号 心意大致已经不敢相信 虽然家乃发出的信号很弱 不过一旦被其他寄生兽感应到了 他可能小命不保 心意坦诚已经告诉家乃所有事情 还想让家乃看看右手的正面目 米奇转头拒绝 心意说如果家乃真的泄露了秘密 他们顶多是装傻打死不承认就行 米奇听后也终于答应下来 第二天来到车站后 米奇说有同类在靠近 心意立刻打电话让家乃先别来 要换个地方碰面 家乃把心意的头发绑在手指 心想这一次一定要让心意好好坚持他的感应能力 那个唯独能感受到心意的能力 心意假装打电话骗过寄生兽 打给家乃时却没人接听 此时的家乃也感受到信号 另一边的米奇则完全感受不到家乃的信号 家乃顺着信号来到之前的建筑物 米奇也感受到同伴的信号 心意担心家乃也会感应到这个信号 立刻让米奇确定为止 家乃一步步靠近 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个进食中的寄生兽 家乃立刻逃跑 他知道心意会像在梦里一样救他 家乃跑到出口看着眼前的王子 但还是慢了一步被吃穿身体 看着倒在地上的家乃 心意淡定的让米奇负责防御 跑向敌人打穿胸口 一身路红下把他扔向墙壁 心意放下手里的心脏 立刻去查看家乃的伤势 不过他嗜血过多已经没救了 家乃知道最后一刻还是和心意表露心声 随着头发的掉落 家乃也彻底断气了 伤心的心意此时也注意到家乃在墙壁上写下的名字 在家乃的仗礼上 所有人都痛哭流泪 只有心意冷淡地走出来 面对警官男的招呼也完全无事不利 警官男和一旁的下属说拔了心意的头发 因为案发现场的寄生兽被打断肋骨 挖出心脏 墙壁还被打穿了 以人类的力量根本不可能 而心意作为第一目击者自然被怀疑 心意说如果没有月降来出来就什么也不会发生 米奇说这早晚都会发生 让他别太自责 打家乃叫做心意 一拳重重地打下去 打家乃一拳接着一拳不停殴打 问为什么心意能那么淡定 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说他不是人 这句话让心意彻底爆发 一拳重飞打家乃 不过看着起不来的打家乃 心意独自一人来到公园思考打家乃那句话 自己难道不知不觉终被占领大脑了吗 遗传问心意关于家乃的案件 不过心意没多说什么 只是默默走掉 春也在校门口等待心意 见男朋友心事重重 春也主动牵起他的手 殊不知身后有个男人正盯着他们 换面来到寄生兽们 讨论着禁食的地点和被打死的寄生兽 其中一个寄生兽不但没觉得可怜 还说为了食物而自相残杀 简直和猫狗没分别 大母王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人类又多了一个样本 而且连另一只寄生兽的线索都没有 一个寄生兽刚觉得是人类干的 梁子便进来和他们说是人类动的手 并展示了心意的照片 解释他人类大脑还存活和只有右手被寄生的事情 是很可贵的样本 说到样本 当选男顺便提起梁子的孩子 梁子说已经交给人类来照顾 回到家的梁子看着不停在哭的婴儿 便抓住他的小脑袋说了句闭嘴 婴儿就立刻不哭了 这举动下的保姆连手提袋都脑袋就走了 正当梁子看着眼前的实验体 早上跟踪心意的侦探男 打给梁子和他报告最近的调查结果 虽然跟踪了一个星期 但感觉心意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梁子让侦探男继续调查 挂断电话后 吐槽人类的观察力不过如此 心里打算要给心意设个套 心意在上学的途中 遇到几个人来找事 在侦探男的偷败下 四人直接被心意看翻 其中一人坦诚是一个女人派他们来的 立川看到心意如此淡定 找到春也讨论起心意 他觉得心意才刚经历了朋友铲死的事情 现在竟然那么平静 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看心意来了 立川自觉走开 春也会想起心意救他时 也是非常冷静又淡定 这种过于常人的冷淡 让春也又对心意产生了抗拒 侦探男给梁子看心意的打斗画面 梁子却问侦探男有没有注意到 右手有什么不对劲 侦探男自然没察觉什么 梁子的心里也多少有点答案 心意在床想了又想 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正常的过分淡定 难怪春也早上会对他有点抗拒 米奇说他们两个这样对话 会让心意霸起疑心 于是心意便说要出去一趟 侦探男此时还在跟踪心意 但晚上一个人出去肯定有毛泥 心意来到加乃被杀的地方 第一目击者来到案发现场 肯定不简单 侦探男抄起相机 准备偷拍心意背后的秘密 米奇不明白心意来这里干什么 心意说他正在不等忘记痛苦和悲伤 米奇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心意自责都是他的错 想为加乃的死更悲伤一点 这样作为一个人类就能牢牢记住 侦探男刚想偷拍就察觉不对劲 心意和米奇立刻发现了他 米奇一把夺走侦探男的相机 亮出刀刃准备杀了他 心意拉着米奇救下侦探男让他快跑 米奇用力一拉追上侦探男 砍了他一刀 还挣脱手臂追上去 不过身体太轻伤害不高 见心意离得太远 米奇只能先回到右手 打哄心意好像搞不明白立场一样 说完便拉着心意想追上去 善良的心意双脚一刹拼命阻止 米奇还想对心意洗脑 反正身边都死了那么多人 再多一个路人甲也没关系 心意还是不愿意杀人 幸好米奇突然又犯捆了 才结束这场闹剧 看着相机里被偷坏的照片 米奇分析说如果被揭发了 他们毫无疑问会被抓去当实验材料 心意在上学的路上不断警惕周围 还加快脚步进到学校 精神压力太大导致他还出现幻觉 老师让他不想听课就回去 结果心意真的拎起疏疤就走 做了以前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回到家的心意还在胡思乱想 总感觉有人要来抓走他 还想把米奇给砍了 心意集中精神听座位的声音 果然听到侦探男的喘气声 侦探男见巴鲁勒利克逃跑 可怜的心意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心意抱怨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糟糕的事情 不过很快就恢复平静了 他晚上遭到春夜 先是来了一段尴尬的开场 春夜知道心意有什么烦心事 让他说出来 不过心意怎么可能把之前的遭遇通通说出来 春夜继续追问下去 让他不用一个人逞强 心意见米奇醒来了 又说什么也没发生 春夜这下彻底生气转身要离开 心意正想说出口 米奇也亮出道论准备动手 春夜回头看着心意 见他还是不愿意说出真相 只能失望的离开 心意把侦探男早上还在监视他的事情告诉米奇 米奇表示不杀他了 因为侦探男被发现了还继续跟踪 代表对方的人数并不多 所以要反过来调查幕后的人 心意找到小胖男来帮忙 两人来到天台讨论着侦探男 米奇还变出他的样子给小嘴看 决定要先活抓他 侦探男找到梁子 告诉他心意右手的事情 梁子让侦探男停止调查 不过侦探男却想查清楚真相 想起梁子之前有特地问过心意的右手 侦探男觉得梁子肯定知道些什么才派他去调查 梁子站起来让侦探男受手 侦探男不愿意放弃还摔了一跤 看着眼前狼狈的男人 梁子回去的路上也打算要杀他灭口 还露出奇怪的表情 侦探男回到家喝闷酒 妻子关心起他最近的工作 劝他不要做一些棘手的事情 他这种小人物就该有小人物的样子 简简单单就好 侦探男多少有点受到打击 心理决定继续调查下去 第二天早上 心意像平常一样上学去 小胖男看到侦探男 立刻发送信号通知心意 侦探男转完便直面碰上心意 来不及逃跑就被控制住 还被抓上小胖男来接应的车子 来到没人的地方后 心意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侦探男 小胖男又哭得泪如全地 不过侦探男却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心意希望他能帮忙保密 侦探男想了想 说心意如果是为了人类着想 应该要选择站出来 哪怕是被当成实验材料还是牺牲自我 这样才是一个人类呀 这种自我牺牲的言论 直接让米奇和小嘴想杀掉侦探男 米奇说人类有活下去的权利 他们自然也有这个权利 他绝不答应心意牺牲自我 还说心意不过是个高中生 但他母亲被杀 遭遇各种坏事却坚强地停过来 让侦探男将心比心 此也是米奇第一次为心意发生 米奇追问委托人是谁 见侦探男不愿透露 聪明的米奇说他的委托人是寄生兽 也就是天宫娘子 侦探男想到委托人的名字 田春林子 终于相信米奇的话 米奇警告逼及他们 侦探男更有可能先被娘子除掉 令侦探男终于有点害怕了 好巧不巧娘子晚上就约了心意 让他明天到大学的屋顶见面 娘子在课室里认真上课 一下课便提着婴儿走出去 来到天台后 米奇和娘子确认侦探男的事情 心意追问当权男的事情和目的 娘子表示他也不清楚 不过他们意识到鲁莽猎杀人类 并不是长久之际 已经开始考虑了和人类共存 因为变连男的事情 心意自然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 再加上母亲被杀 心意自然不相信什么共存不共存 他只想复仇罢了 娘子察觉到不对劲 觉得此时的心意不像是普通的人类 还开始提起心意母亲的事情 见心意气得传不上去 娘子变本加厉 大声嘲笑心意妈被寄生受吃了 心意咬牙切齿要杀掉娘子 自知不敌的娘子把婴儿当作肉盾 心意健壮变犹豫了 索性刚好有人上来 才让娘子和心意没打起来 心意无处发泄 一路狂奔尝试冷静下来 不知跑了多久 心意终于冷静下来 一旁的算命师让心意过来要帮他算命 还准确地说出 他的胸口被开了个洞 要填补这个洞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去见一见 那个在他胸口开洞的人就行了 没想到心意冷笑着说 那个人已经被自己杀了 影片开始就是 梁子和一个男人 三只男走出餐厅 便当男受到指示要跟踪三只男 只见三只男搭上一个女人 来到地下停车场 便当男紧随其后走下去 见停车场空无一人 便当男慢慢走了进去 眼前的一幕吓得他后退连连 还直面撞上三只男 可怜的便当男就在一声惨叫 要终去领便当了 画面来了 侦探男找上心意帮忙 原来便当男是他的手下 在便当男失去联络后 侦探男不敢独自到停车场去 只好找上心意和米奇 他们来到停车场后 心意凭借味道就判断事情的经过 米奇突然说有同类症在靠近 而且还自备了食材 只见一男一女走下停车场 寄生兽让女人站好准备开餐 心意他们在一旁偷看 虽然寄生兽有所发觉 却选择无视了他们 侦探男拿起相机准备偷拍 心意冲上前让女人赶紧远离男人 寄生兽见暴露了 直接露出原貌杀掉了女人 随后也准备开始攻击心意 米奇让心意好好负责躲避攻击就行 要像之前一样空手解决敌人是不可能的 心意不断躲避攻击 看得侦探男都近带了 米奇也很快找准机会给寄生兽来了几刀 见对方还想垂死挣扎 米奇挡下攻击后 由上到下把她的身体砍断一般结束了战斗 心意看着女人的尸体陷入自责 明明知道却做无了什么 不过米奇觉得他们陷入麻烦了 因为从刚才那次寄生兽淡定的态度来看 这个停车场应该是当选男组织的禁食地点之一 在他们地盘上动手无疑是拉了仇恨 心意和侦探男来到公园 他想用刚才录到的视频作为证据交给警官男 米奇警告心意别打歪主意 因为视频里也有录到他们 心意说已经人无可忍了 米奇反过来用心意扒来威胁他 没想到证换男也打算收手 他把记忆卡拿出来 米奇一嘴抢过来把记忆卡咬烂 心意瞬间急了眼 问证换男在看到刚才的场景后还无动于衷吗 证换男说哪个普通人看到怪物的战斗后还会想参与下去啊 还说心意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类 证换男说他不过是个连自保能力和勇气都没有的落下人类 从今以后无论是良子 心意还是那些怪物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毕竟他还有老婆孩子 艾威之前那句为了人类的狂言和心意道歉 心意躺在船不断思考 米奇又一次警告他别着无谓的反抗 要知道心意是在他的协助下才能赢 这句话让心意有点犹豫了 第二天早上 心意还在想着要如何把寄生兽一只一只的杀掉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春野和人类 另一边的寄生兽我们也讨论着杀掉心意的事情 良子却还不想杀掉心意这个珍规的材料 其中一个寄生兽觉得良子因为养育着人类婴儿 所以好像一直在维护心意 身为领导的当选男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任心意下去 要尽快除掉他 良子听后要求留他的全尺 因为他想解剖心意的尸体 画面来到心意的梦境 只见一只怪物好像在吸血进食一样 那只怪物却说心意没资格说他 还拿起镜子给心意看 心意定睛一看 被眼前的自己吓醒了 在学校里 心意还在想要如何说服米奇协助他杀掉寄生兽 正想去上课时 米奇突然抓住窗口所有同类 心意战役慢慢说要战斗 米奇却说敌人的目标就是他们 不但满怀沙翼静止朝着他们来 而且还是三个人 心意听后立刻跑出校外 途中还遇到春野 对他说了一句没关系 不用担心 这句话让春野想起之前的事情 立刻意识到心意或许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心意跨过厦门出去 留下担心他的春野 米奇让心意听下 因为与敌人的距离超过300米 对方也跟丢了他们 米奇的作战计划是逐个击破 就在心意站起来准备迎战时 米奇竟然要取消战斗 因为他又要睡4个小时了 在睡死之前 嘱咐心意继续保持移动来拉开距离 心意就这样搭车来到郊外 正想休息一下 后面也来了一辆计程车 不过看对方只有一个人 而且居然还笑着说话 应该不是计身手 此人正是开头杀了便当男的三只男 他们又又走到心意面前 一句听说你很难对付 就让心意知道眼前的男人也是计身手 心意立刻跑起来 他回头望去 发现三只男的奔跑速度慢得出奇 心意跑着跑着 遇到一个热心大爷在他一趟 由于另外两只计身手还没出现 心意还怀疑眼前的大爷和小狗也是计身手 不过理智告诉他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快接近4个小时 心意随便找了一个地方下车 看到一辆卡车来着 他立刻提高警戒 果不其然三只男从上面跳下来还摔了一跤 见底人来了 心意连忙叫醒米奇 他一醒来就察觉那三只计身手 心意刚说另外两只还没出现 米奇就说眼前的男人正是那三只计身手 三只男开始介绍自己 说完美开始发动攻击 眼前能分出六把刀刃的三只男 就连米奇都不敢相信 三只男先是和心意不断唠嗑 说着说着像神经失调突然大笑起来 如此丰富的表情 令心意和米奇都有点抓目不定 不过能确定的是无论表情再怎么丰富 还是和人类的真实情感有区别 三只男也不废话 展开六只出手发动攻击 变打变轻松的说话 一次要防御六把刀刃 连米奇都非常吃力 心意让他也增加刀刃 不过这并不是说家就家 米奇不断防御 不过心意还是被砍了一刀 只好先暂时撤退 索性三只男的速度还是非常慢 不过心意跑了一整天已经疲倦不堪 米奇短时间内 应付如此激烈的战斗也精疲力尽了 甩开敌人后 心意建议针对腿部来攻击 不过米奇有所顾虑 因为他一直搞不清楚三只男具体的寄身部位 还没讨论完三只男又追了上来 只见他高高跳起 结果重心不稳又甩倒了 眼见敌人追来 米奇只好听取心意的建议攻击腿部 他会负责右侧的攻击 心意必须在不退后的同时 空手躲避左侧的攻击 三只男继续把起进攻 心意空手挡下两把刀刃 米奇挡下攻击后来的腿部 用另一把刀来攻击却没有任何效果 三只男得以大笑应定了 再次攻击心意 结果两条出手互相撞在一起 心意趁机会拉开一大段距离 米奇开始对三只男的正面目有点头绪了 三只男寄身的范围已经超出头和双手 刚才看到的腿并不是人类的腿 但无论如何负责指挥的一定是头部 因为从双手的动作 无法感觉到他们各自的感情 心意又开始逃跑 米奇让他跑进树林里面 继续和心意解释三只男的指挥能力命不强 所以才会跌倒和触手相撞 而且本是机身部分的头部 如果跟着一起攻击 三只男整个身体就会陷入混乱 米奇让心意停下来准备迎战 作战计划也很简单 就是以数目为掩护 不断上下左右移动来躲避攻击 三只男适应他们的行动后 必会尝试预判动向 心意不断打横来跑 一抓到机会就禁止跑向三只男 这样一来 三只男肯定会自乱正脚 连收回触手都会手忙脚乱 等三只男察觉不对劲 心意配合米奇到三只男面前一刀砍下他的头 就在心意觉得胜利时 米奇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只见本该失去的三只男用右手的肉体填补了头部 而且还用不一样的声音叫三只男的头颅回来 还和右手结合在一起 米奇说他体内不只有三只 这个敌人完整的融为一体 瞬间就统一了全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 而且他的身体里面一共有五只寄生兽 之前会感应到三只 是因为三只男没统一全身 这个寄生兽与心意有过一面之缘 此人正是大魔王 心意还没反应过来 大魔王就四处乱喘 只速度与三只男根本无法相提并顿 心意勉强夺过攻击 看着这个比猴子还灵敏的敌人 自知不敌的心意立刻倒跑 虽然米奇拼命抵挡 不过心意还是被砍中击倒 心意跑到树林外 看着眼前的猎物跑远了 大魔王改变脚的形态准备追上去 心意跑到马路旁 奔想拦车却被直接无视 不过为了逃命 米奇只好把手伸上来搭个顺风车 心意刚松一口气 就看到大魔王用比车还快的速度跑着过来 没一会就追上了他们 米奇只好再次迎战 这可把里梅的司机吓坏了 见大魔王要上来了 米奇转进车猛打方向盘 利用迎面而来的大卡车撞飞大魔王 才让他们逃过一劫 大魔王因为嗜血过多 导致全身无力 两个可怜的人类就这样成为他的死物 画面来到精神崩溃的侦探男来报案 眼前的警察刚说寄生说一辞 他就崩溃大喊 原来是寄生说为了杀人灭口 先是扎了侦探男的事务所 还把他的老婆孩子给杀了 所以才有他去报案的一幕 刚打完一场硬战的心意探坐在地上 米奇让他去吃顿饭换件衣服 心意说他没钱 米奇直接从嘴里拿出刚才那个司机的钱 反正他不是人类 不需要被法律和道德约束 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活下去 心意见说不过他 只好乖乖去填饱肚子 而电视里正好播放着侦探男家人遇害的事情 心意吃饱立刻打给心意爸 让他从家里逃走 心意爸生气的让他交代全部事情 无奈的心意只好说怪物要来了 感求父亲快点离开家里 心意爸听后也冷静下来 说会尽快离开 在另一边 消怀的侦探男已经语无论次 不过还是让警官男帮他准备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会用笔盒子写下情报 画面来到梁子向其他寄生兽训话 他们不但没杀掉侦探男 反而还杀了他的家人 其中一只寄生兽找借口说房间太暗了 梁子站起来说他们太小看人类了 虽然人类非常弱小 但人类除了自己的大脑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大脑 一旦努力他就会失败 听到这句话 在场的三个寄生兽都觉得梁子不是他们的同伴 在酒店内 侦探男一定不知所忠 不过在纸上却写了梁子的名字 侦探男走在大街上满脑想着复仇 刚才的寄生兽也打算要除掉梁子 就在晚上时 梁子感受到三个人的杀意 就先不进屋里 这也给了侦探男一个天大的复仇机会 梁子来到空无一人的街道 面对杀意满满的三人 梁子表现得不慌不忙 带头男说是凭直觉 他觉得梁子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寄生兽们的威胁 这话让梁子觉得带头男很像A先生 梁子不但没生气 反而因为他们有各自的性格而感到开心 做完便让他们三个放完过来 老头男率先发起进攻 梁子把触手插进地上 借力逃到一旁还在施工的大楼内 老头男边追边攻击 砍断钢管想偷袭梁子 这种程度的攻击当然被轻松躲过 老头男落地后说一对一眼能赢过梁子 两人继续互相攻击 老头男砍下梁子的触手 没想到梁子的触手钻进老头男的体内 另外两个机身兽还没搞清楚状况 梁子就先跑一步 带头男负责去追梁子 留下无辜女看着老头男 梁子的触手在体内不断破坏 老头男只能痛苦万分的挣扎 剩下半个头的梁子在大街上奔跑 把路过的行李吓得攻枪的 他们装着胆子找到梁子 转过头的瞬间却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男人刚说看到一个只有半个头的女人 梁子就扯着头发说他也是脑袋空空的 尖叫声很快引起带头男的注意 他还以为梁子已经失去思考能力 要靠半个机身体来控制整个身体根本是自杀行为 回到了战场 老头男的身体已经彻底失去控制 他直接扑倒无辜女把他压在地上 然后就自爆而挖 梁子的机身体趁机钻进无辜女体内 感受到同伴死亡的带头男立刻跑回去 看着眼前被占领身体的无辜女 带头男毫不留意的发起攻击 尽管无辜女不断求饶说他们是同伴 不过看着一步步在靠近的无辜女 带头男还是没有手下留起 几刀便解决了无辜女 带头男让体内的梁子赶紧出来 数不知梁子的另一半已经悄悄来到他的身后 随便来上几刀便砍断带头男的头 带头男还想再挣扎反抗一下 梁子一提拔将他打远去 梁子开始解释即使肉体遭到破坏 他们的细巴还能存活一段时间并发出脑电波 以此判断视野外的物件是底或有 带头男把无辜女的身体大卸八块 所以四周散布了拥有强烈敌意的肉片 导致带头男没察觉梁子靠近他死的脑波 带头男心有不甘 但他的戏份就到此为止了 梁子回到家刚插入钥匙就察觉门是开着的 一打开门就看到侦探的留下的纸条 让他明天到公园见面 欣义打电话回家时 接起电话的却是梁子 欣义还以为梁子是要去除掉父亲 而梁子没多说什么 只是约他等下到公园见面 说是有东西要交给欣义这个介于人类和寄生生物之间的人 还没等欣义恢复就挂断电话 继续看着屏幕前欣义和母亲的合照陷入思考 春野因为欣义太久没到学校来找他 正当他以为没人准备回去时 梁子的出现令春野以为才是欣义吗 见对方不是欣义吗 春野追问欣义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 梁子们一正面回答 只是说了句神羡慕 并让春野不用担心 说欣义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就在春野和朋友回家的路上 他也在不停回想着过去与欣义的事情 他知道欣义会回来 但这种不确定的感觉还是令他很担心 就在这时 一样在着欣义的巴士和春野插肩而过 春野再一次看到梁子梁子也发现了他 并且立刻追上去想问个明白 不过人类的速度当然追不上梁子这个寄生兽 警官男也在梁子家发现了侦探男的纸条 此时的侦探男哄着婴儿 前段时间还在畏惧 寄生兽的他现在毫无恐惧 心里提早来了公园 米奇让他到处走走熟悉环境 侦探男觉得梁子这种怪物 肯定不会明白人类失去骨肉之亲的悲痛 就算他现在下了手里的婴儿 梁子应该也不会有丝毫悲伤 反正这也不是梁子的婴儿 而是人类的婴儿 也正是这句话 梁子发现了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波长 米奇也感受到这种波长 就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感情 侦探男知道梁子是不会明白他的悲伤 哪怕只有一巴仙 他都要让梁子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手腕便转过身要把婴儿扔下去 梁子一刀吃穿侦探男的心脏 用出手把婴儿接回去 侦探男从未想过要伤害婴儿 也没想到梁子真的会选择救下婴儿 那边手腕便掉了下去 金光男带人来到公园就听到求救生 立刻带人查看侦探男的伤势 侦探男用尽最后一口力气 说出梁子的特征 还没说出欣儿的名字就去和妻女相遇了 看着眼前的英雄 金光男发誓一定要帮他报仇 金光男指挥着下属要找到梁子并杀掉他 此时的欣儿也在一处空地遇见了梁子 欣儿看着梁子冷血淡定的梁子 愤怒地摸紧拳头 梁子开始和欣儿说起他的经历 他至今为止杀了38个人类 就用人类的食物来补充 换句话说他们即使不吃人类也能活下去 梁子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觉得人类和寄生兽本是同根同源 他们就是人类的孩子 只说法气得欣儿破口大骂 梁子没理会他 接着说他们很落小 是无法单独地活下去 希望人类不要过分欺凌他们 只莫名其妙的说法让欣儿不明所以 梁子给了他们最后一个忠告 如果遇到大魔王 绝对不能和他打起来 如果一开始的对手是大魔王而不是三只男 欣儿恐怕已经归系了 梁子正准备说当选男的事情 金冠男刚好带着其他下属找了过来 看着眼前普通的母亲和目击过寄生兽杀人的少年 金冠男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女人一定是寄生兽 再加上婴儿的衣服沾了点血 令他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 金冠男阻止下属继续靠近 而梁子面对金冠男的质问 也只是不断装傻否认 金冠男只好变了个假名字来试探欣义有没有被寄生 因为如果欣义没被寄生的话 肯定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欣义自然能说出金冠男的名字 确定金冠男是人类后 金冠男掏出手枪准备将梁子逼出原形 虽然梁子还卖蝉说谎想拼过他们 不过金冠男抱着承担权责的态度 无视梁子的求饶 就在一声枪响后 众人都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只见梁子淡定的从嘴里突出子弹 金冠男立刻命令下属开枪 欣义说手伤的婴儿是人类 不过金冠男和米奇只是让他快退下 只见梁子的头发花成护盾死死护着婴儿 一声接着一声的枪声令寸也顿感不秒 回想起之前的事情 已经受过这种感觉的 他转过身就想跑 不过家乃的灵魂防护安慰着他一样 米奇不明白为什么梁子不做反抗 看着梁子逐步靠近 米奇让心意赶紧逃走 只见梁子变成心意麻的样子来溜住他 米奇让心意别忘记胸口伤得动 金冠男也赶紧让下属听火 以免伤到心意 梁子问了个开始见面时的问题 那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生在这个世界上 梁子从寄生开始就不断思考 解开一个疑问后 下个疑问又会接着上来 重复又重复 母举师的停下脚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梁子把婴儿交给心意 毕竟人类的婴儿还是该由人类来抚养长大 心意接过婴儿让梁子放心 而梁子也和心意说了句谢谢 看着自己的孩子又着落后 梁子也带着笑容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地球 感受到母亲死亡的婴儿也瞬间大哭起来 看着眼前的婴儿 心意回想起他和母亲的点点滴滴 他刚才也终于见到在他胸口开通的人 流出了久违的眼泪 警官男带人收拾残局 婴儿也交给他保姆 而心意也被警官男带去一个实验基地 画面来着心意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测试 超越常人的冷静 让实验人员都有点佩服他 只见警官男带着第一集出现过的变态男 因为变态男友就能分辨人类和怪物的能力 另一边的心意也被叫去做测试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绝对不能被发现右手的秘密 他一进门就看到房里还有另外四个能力者 在房间的另一端 警官男让变态男好好的分辨人类和寄生兽 一听到还有怪物的变态男朝着要离开 警官男让他放一百个心 在他面前的可是加厚的防弹玻璃 只见第一位人类走了进去 虽然他说得头头是道 不过变态男却一脸不屑 说他不过是个冒牌货 换另一个女人进来时 既可难耐的变态男当面就做起手部运动 剩下心意时 警官男先是让心意看看变态男是不是寄生兽 因为心意总是遇到寄生兽 而且侦探男在断气前说过还有一位协助者 圣经百战的经验告诉警官男 心意就是那位协助者 变态男看着心意先是吊了锒铛的态度 认真看了一眼后 他瞬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还让警官男叫心意指示他的眼睛 心意抬头看着变态男也被吓了一跳 觉得他是寄生兽又好像是人类 米西刚好又睡着了 警官男看着变态男此时认真的眼神 说制裁是他的本性 变态男看着心中有答案 不过他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会能分辨怪物和人类也不是因为有什么超能力 只是因为他经常玩弄人类 所以比任何人都清楚人类的特性 对他而言 人类不过是个容易被玩坏的玩具罢了 自从寄生兽出现后 变态男都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看到他们的背影 野兽般的直觉告诉他不能太靠近这些穿着衣服的怪物 变态男就是跟踪了某只寄生兽来到停车场 被刚好路过的警察逮捕 画面来了实验房里 变态男说心意不是怪物 不过他更介意某件事 因为他在一瞬间内看到心意瞳孔的深处 好像掺杂了一些非人类的东西 仔细看又好像没什么东西 既然没有结果 警官男只能把心意送回酒店 心意问警官男婴儿的事情 如果确定他是人类婴儿 就会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收养 警官男还特地说如果两者是心意的兴器 当然也可以让他收养 这么说谓的就是要看心意的反应如何 而心意果真惊了一下 心意躺在床会想起变态男的事情 他至今看过那么多吃人的怪物 见到变态男这个人类还会浑身二寒 就连米奇都感受到心意的身心疲倦 心意感觉一片混乱 除此见面的人类令他畏惧 本是吃人怪物的梁子却填补了他胸口上的洞 米奇同样无法理解梁子在公园的话 除了他们在烦恼着 警官男也和其他部门开始讨论起 对付寄生兽的作战计划 警官男的任务是作为辅助的角色 而辨别和排除敌人的任务就由队长男来指挥 警官男和上司提议让变态男加入作战计划 队长男却不以为然 毕竟在这种部队行动有个外人混在其中 还要是个杀人犯 恐怕只会后患无求 警官男解释把他当作一个眼线来辨别寄生兽 不过队长男说他们可是有一套专业的检测设备 他信心满满 说他们要做的不是逮捕犯人 而是消灭害虫 另一边的当学男和大母王 讨论起两子和被他消灭的三只寄生兽 虽然尸体都被专门机构受管了 不过他们还是采得出尸体是谁的 当选男说政府已经成立了对付寄生兽的机构 就连他都收不到任何情报 这也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始准备动真格了 处理完所有事情的信仪终于回到学校 上体育课时 体育老师说这是高中最后一次记录了 让信仪拿出真本事来跑 回想起一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 信仪随便就跑出十秒的成绩 在换衣服时 一个朋友拿开信仪的衣服 巨大的伤疤吓倒了在场所有人 放学后信仪整个人无精打采 听了春野靠近他也毫无反应 两人正聊天聊到一半 金冠男突然出现在校门口 春野立马紧紧握着信仪的手 想离开学校 金冠男冷不防地说了一句 胜利会属于他们 他说现在已经准备充足 但感觉还是少了一个关键要素 想听听信仪的建议 春野瞬间激动起来 信仪好不容易回来 能过上属于他的平凡高中生活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带走他 信仪看着春野 还是和警官男回去见了队长男 队长男问信仪有什么武器能对付寄生兽 想起米奇之前说过的火焰喷射器 虽然无法拿来对付动作敏捷的敌人 但却能有效地对寄生兽起到恐吓的作用 因为他们与人类的智慧差不多 所以不会对火焰产生太大的恐惧 不过突然接触到火就会内外不协调 也就是被吓一跳 会想到这个武器是因为大魔王身体不同部位都有被寄生 但这些寄生生物都被一个意识统一 如果这个意识受到惊吓 整个身体结构应该会崩溃 听完信仪的解释 队长男冷冷的笑了一下 他觉得无论一具身体有多少寄生兽 心脏只有一个 信仪想说点什么又欲言又止 很快就到了座沾热 一辆借着一辆的巴士整齐的停着 大楼内的人也很快注意到这巨大的动静 就连当选男都没想到人类的行动会如此之快 觉得好检测设备后 队长男下定行动开始 部队先是通过广播说一名手势猎枪的男人闯了进楼 让所有人都到大厅集合 当选男看着不属于他官下范围的警卫队 心里多少有点难心 其中一个警卫开始指挥民众 变态男则是通过摄像头来辨别寄生兽 如果没有直接接触还是让他分辨不出来 信仪同样也分辨不出 警官男让他至少确定一下数量或是变种寄生兽 这话让信仪想起梁子之前有提过的关键人物当选男 此时在大楼内 一些人本想让身为市长的当选男先走 不过当选男上演的伟大的官员 说先让孩子女人和老人家撤退 政府的工作人员最后再走 而队长男的计划也很简单 以气人一组 让他们通过检测设备来辨别身份 在检测了机组人后 用理检测到一个女人的脑袋是空性的 机身兽淡定自如 而警卫立刻采取行动把她单独给分开 机身兽还没反应过来 转过头就看到几把枪针对着自己 其中一人毫不犹豫的开枪 没想到女人看起来不痛不痒 而且还试图反抗了一下 不过她心脏被打穿 痛苦的挣扎几秒就吐血身亡了 队长男在控制室看着一切 让手下去回收尸体 为了能彻底破坏心脏 他们所使用的是8毫米千弹的散弹枪 巨大的枪声很快引起里面人的注意 而机身兽我们也利用心电感应 讨论着如何逃走 在检测的机组人都没有接过后 队长男很快察觉不对劲 而警官男刚好打来说心电感应的事情 并体移让变态男去协助 队长男正犹豫时 助手向他报告说当选男想带人到二楼 因为二楼那里还有一些民众 队长男下令拖着他们 并统一让变态男来协助 变态男让不重要男揭开手铐 心意想去帮忙 比其却不同意 当选男见警卫不同意 立刻大声谴责他们用枪口对着民众的行为 其中一个机身兽主动说要出去 在经过检测设备时特地和其他人走在一起 变态男刚好来到 满眼惊恐的说有好几只怪物 一个男人拔腿就跑 警卫也立刻开枪射杀他 没想到他却是人类 另一个男人觉得他们太过分了 并太男却大声说开枪杀了他 警卫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斩首 其他警卫立刻开枪反击 导致榴弹打中检测车被瘫痪了 另一个机身兽被打了进来 大楼内的人都是黄作一团 一个身材壮大的机身兽开始反击 当选男趁机会带人离开 警卫也顾不上他们 开枪解决了那个机身兽 队长男对空铭枪 让所有人都抱头蹲下 否则格杀无论 一个男人不服气地站起来 立马被队长男一向送走 队长男开门见山说 他们开始要消灭机身兽 如果是人类就乖乖听话 队长男开始分配任务 让变态男跟着他走 警卫队开始仔细地搜查大楼 大厅里竟然还有机身兽将逃跑 不过很快就被打成马蜂窝 此时的当选男已经跑到二楼 大母王问他为什么不逃跑 以他的能力要突破包围 简直易如反掌 当选男觉得逃出去也没什么意义 他反问大母王 大母王说还想观察一下 在人类的战斗方式 两人就此分开 因为其中一个队伍失去联络 队长男开始兵分两路 他让变态男跟着另一个队伍 反正他也差不多能分变出怪物了 变态男男队很快发现了打斗的痕迹 警卫继续搜查周围 一踢开门就看到两个人正嘴 没做一些坏坏的事 变态男说这两个都是人类 队长男一转弯就看到一个男人 立刻命令一旁的手下开枪 果不其然他真的失机身受 因为队长男记得他没在一楼的大厅出现过 手持强大火力的人类一开始就占了上风 毕竟突击队的任务本就是消灭 而不是保护 虽然还是有人缘和民众伤亡 但寄生兽确实逐渐被消灭着 听着一声接着一声的枪响 心意也想起两者的话 我们和洛小是无法单独生存下去的普通生物 所以不要过分欺凌我们 此时变态男的队伍遇到一个人类 变态男面不改色的说开枪 还大声催出警卫别慢吞吞 而那个男人果真不是人类 见敌人要跑了 警卫对立刻追上去连开树枪 心脏被破坏的寄生兽很快便倒在大魔王面前 观察已久的大魔王淡定地站着 变态男看着他 突然崩溃大汗转身就想要逃走 警卫对立刻警惕起来 大魔王却让他们换个战场 不重要男抓住想逃走的变态男 变态男声音颤抖地说 刚才的大魔王怎么看都不像人类啊 来到一间房间后 大魔王还吐槽说就来了这么点人 还给他们两分钟时间 警卫对立刻集体开火攻击大魔王 没想到大魔王不但丝毫没动 更是血都没流一地 子弹在大魔王身体流动的声音越来越大声 直接他随手一甩 其中一人立马去领了便当 大魔王把子弹聚集在手臂 再次用力一甩 生余的警卫队几乎都直接死了 其中一人还将摧尸挣扎 大魔王直接淡定地拿走他的枪 说再给他30秒的时间 队长安智利也受到全局附魔的消息 他让剩下的人先去会议楼 一进到去会议楼 当选男就站在那里等候多时 当选男先是让众人坐下 说人类已经赢了 毕竟在杀戮这件事上 整个地球没有生物能与人类相比 当选男说他们手上的那些道具 应该还有别的用途 也就是保护生态平衡 制裁是人类的本质工作 他接着说过不了多久 全人类就会发现他们的数量不得不减少 比起杀人 垃圾的排放更是罪孽深重 还说人类会意识到寄生兽的重要性 会反过来保护他们 他们才配站在自然界的金字塔顶端 地球的生态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平衡 心意在车里听着一切 而警卫也受够了这种奇怪的言论 当选男开始激动起来 说与其在最后认真对待 倒不如一开始就放下虚伪 他觉得保护环境不过是人类 站在自己角度的扭曲理论 比起人类单一种族的繁荣 更应该为整个生态圈多做考虑 比起寄生在人类身上来维护平衡的他们来相比 人类才是侵蚀地球的寄生虫 当选男在挨了树枪后倒下 鲜血很快就软红他的衣服 不过看着当选男的头部迟迟没变形 其中一人去检查他的脖子 发现当选男原来是人类 大魔王突然闯了进来 看着倒下的当选男 大魔王说他到最后都令人琢磨不透 还说梁子对这个人类很有兴趣 并且围绕着他制定了很多计划 另一边的变态男和不重要男来到刚才的战场 变态男也趁机会打死不重要男 然后就逃之遥遥了 回到了大魔王那里 他已经杀光所有警卫 回想起梁子每次都会思考 他们为什么会降生于世 但事到如今都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对大魔王来说 战斗就是一切 在车上 米奇让星医回去 反正他们留在这里也无际遇事 星医还不想走 他想确定大魔王有没有被彻底消灭 米奇却说都不重要了 反正人类已经赢了 只要人类动真格 还能用大炮飞弹汽油弹来全面消灭生鱼的寄生兽 此时在大楼内 队长难让其他人停下 只听脚步声越来越靠近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正是大魔王 结果可想而知 大魔王随随便便就杀光他们 队长难带剩下的人进到房间 此时大魔王已经是完全的战斗模式 敏捷的伸手让他轻松躲过子弹 大魔王吃穿两人的身体当作肉盾 面对同伴的求救 队长难果断让其他人开枪 他们边打边退后 队长难见形势不妙 只好先暂时撤退 还连续射了两发榴弹来拖着大魔王 留在空间狭窄的地方 只会让他们处于被动 队长难带剩下的两人 跑向屋顶准备迎战 没想到门后的却是大魔王 后面的人已经被他收拾干净了 队长难看着几乎无敌的大魔王 猜想他整个身体都是基身体 大魔王解释他身体中间也有落点 面对密集的火力还是受了点伤 队长难开枪攻击 大魔王立刻硬化细胞当作护盾 边挡还边解释 直接从正面抵挡子弹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要倾斜身体来躲开 队长难气得敢用榴弹来攻击 不过大魔王跳上墙壁 单手就稳住身体 然后就快速的给队长难来上几脚 身为人类的队长难根本不是对手 星医和警官难来到外面 也听到屋顶的动静 队长难问大魔王到底是什么生物 大魔王还反问说 他们又是个什么东西 随着一个东西掉了下来 两个警卫走近一看 竟然是队长难的头路 星医完全没注意到大魔王跳了下来 还是米奇打了他一下才反应过来 星医瞬间慌乐 大魔王说只要杀了星医就没有后患了 尽管难连开树枪打中大魔王的心脏 不过对他来讲简直是不疼不痒 幸好大魔王已经打累了 蓄力一跳便逃跑了 尽管难问星医到底是这么回事 死里逃生的星医此事已经失去理智 艾梦大士自己被大魔王砍下头路 星医和米奇讨论要如何对付大魔王 米奇感受到大魔王想除掉他们的意识 提议求助军队来对付大魔王 不过星医觉得这样肯定会死很多人 这样他不就是害了其他人吗 不过米奇当然还是一副关我屁事的样子 星医走在大街上和米奇讨论要逃到比较远的地方 不过米奇又睡着了 星医突然意识到米奇睡着就等于没有战斗能力 还把路人看成大魔王 死亡的恐惧让他看到谁都觉得是大魔王 星医撞到一个路人后和他道歉 不过对方却要他跪下道歉 精神就快崩溃的星医以为大魔王的魔爪伸向他 激动之下打倒路人 崩溃大喊说他明明已经道歉了 春野回家的路上遇到星医 两人显示一段尬聊星医突然抱着春野 不过他越抱越大力 痛得春野一把推开他 星医来到公园独自冷静 米奇醒来说认同他逃到远方的计划 春野突然出现 说今晚有点冷 而且他家里没有人 面对春野的暗示 星医果断跟着他回家 接下来的画面可想而知 我就不多说什么 米奇感受到大魔王强烈的波长 而且还是坐着车追杀过来 米奇让星医立刻抛起来 为了逃命 米奇偷了一辆车来驾 毕竟他可是用了一天就精通日语 谁会驾车自然不在话下 星医请求米奇尽量去人年稀杀的地方 他不想有无辜的人在座牺牲 米奇同意了 反正他刚好也有个计划 只见大魔王驾着一辆黑车 爱眼望去有辆车正砸向他 看着熊熊烈火 星医还以为成功了 米奇却说大魔王还活着 并让星医立刻逃跑 星医跑着跑着 米奇让他停下来商量对策 星医觉得大魔王一来 他们就会被砍成肉泥 米奇却让星医冷静下来 毕竟他们不可能逃一辈子 米奇说大魔王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强过他们 直面和他打必数无疑 既然他们两个一起合作都毫无胜算 倒不如试试看单独作战 米奇让星医拿出口袋的打火机 而大魔王也很快追了上来 他一下就察觉米奇沿着树枝的四面八方来隐藏自己 此时的米奇已经和星医分开了 大魔王是不会察觉到星医 所以会禁止杀向米奇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斗争 如果变成持久战 米奇很快就会干枯死亡 大魔王挑上树稳住身体后 直接操控四条出手把眼前碍事的树枝砍断 过程中米奇也被砍中击刀 见米奇完全不反抗 大魔王跳下去想找出星医杀了他 星医回想着米奇的计划 大魔王的身体应该没有完全被硬质化保护着 最不可能被硬化又最有效果的攻击部位就是头部 因为要操控身体和四肢需要巨大的能量 因此头部单是负责指挥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如果把头砍掉就能使其陷入混乱 硬化也会被解除 到时再摧毁大魔王的躯体就能赢了 星医等待着完美时机 米奇在树上蓄力待发 不过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不清 得赶紧动手才行 懂得不耐烦的大魔王大红让他们两个赶紧出来 米奇的分身模仿星医的声音下指令 大魔王果然上当了 星医点燃火把扔向大魔王 他顾着防御米奇的攻击没注意到火把 受到歪来刺激的腿部让大魔王控制不了 米奇趁机一刀砍断大魔王的头 结果却砍得太浅了 米奇想接着攻击却被大魔王挡了下来 他立刻阻止星医过来并让他快逃走 大魔王的头部正慢慢接回去 还给星医来了一刀 米奇砍断大魔王的小腿帮忙拖延时间 再次大喊让星医逃跑 看着星医跑远了 知道命不久已的米奇觉得一开始没占领他的大脑真好 让他们成为朋友留下美好的记忆 米奇的意识逐渐消失 强烈的睡意涌上心头 只有孤独感不断在膨胀 这大概就是死亡的感觉 星医不停奔跑掉下一条河里 等他上岸时 摸着自己的右手 也是自己的朋友 瞬间就蹦不住大扣起来 星医来到一个独居老人的屋外 见星医又受伤又有礼貌 不像是个坏人 便让他进来处理伤口 独居已久的老奶奶很快辨认了星医这个外甥 第二天还带她一起去买东西 他们回家时经过一座垃圾山 这些垃圾都是从大城市丢过来的 有一次还差点酿成森林火灾 星医就这样在老奶奶家住了好几天 每次准备道别离别时 老奶奶都会想尽办法留下她 不过星医下定决心要回家找星医爸谈成所有事情 包括米奇第一次出现 到他牺牲自我的事情 就在当晚 星医的梦境里出现一个小米奇 不过对方似乎不认识自己 星医突然惊醒了 摸着自己的右臂发现米奇存活的细胞 不过这个细胞太小了 完全无法思考说话 第二天早上 附近的居民发现了进食中的大魔王 星医正道别时 居民们就找上了门 其中一人说起最近的怪事 还发生了杀人案 所以怀疑星医这个外人 目睹一切的居民说已经不是外地人的问题 那个东西根本不是人类 不但有三米之高 还有四条腿和三只眼睛 星医立刻意识到是大魔王 等众人来到案发现场时 眼前血淋淋的碎尸简直是惨不忍睹 老奶奶说明天会有大批猎人来收拾那个怪物 星医坦承大魔王的事情 自责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如果不阻止的话 明天就会死很多人 所以他不能再一个人逃跑了 老奶奶说能活下去就好了 为了生存而逃跑并不是可耻的事情 星医坚定的说在其他人遇到大魔王之前 他必须拼上性命去阻止 这句话让老奶奶大骂星医愚蠢 随随便便就把性命挂在嘴边 根本是在开玩笑 不过老奶奶也是因为和星医有了感情 所以才不想他去做傻事 星医虽然知道老奶奶的心思 不过还是准备偷偷走 老奶奶问他真的飞去不可吗 难道就没有心里挂着的事情吗 见星医铁定了心 老奶奶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不要放弃 要随机应变 看着照顾自己多人的老奶奶 星医拒贡就要离开 老奶奶让他带把武器来放生 星医拿起一旁的砍刀点了点头 就此和老奶奶告别 而老奶奶在星医走后 也向过世的老伴祈祷着要保护星医 此时的星医决意满满 而大魔王已经变得完全不像人类 而是一个真正的怪物 星医的五官变得敏锐起来 定睛一看就发现正在睡觉的大魔王 星医眼神坚定地走过去 想趁大魔王熟悉时偷袭 因为他不思计身受 到近大魔王时反而不会被感应到 星医看着眼前的大魔王 心想米奇会不会还在他的体内 不过理智告诉他要尽快除掉大魔王 星医走到大魔王后面 一挥起刀就被发现了 大魔王挡下攻击后立刻反击 整个人瞬间惊醒想找出仇人 来嘲讽说区区人类也敢来和他单挑 星医自知不敌 但他想至少对大魔王造成点伤害 只要想好策略一定能背随一战 想起老奶奶说过不能放弃 星医很快就想到脖子的落点 他拿起木头用嘴摇见他 大魔王很快听到动静朝着星医走来 星医躲好在树上 他的策略也很简单暴力 就是利用全身的重量 找准司机跳下去 吃穿大魔王的脖子给他重重的一击 星医奋力一跳 结果砍刀却爱着他 大魔王反应迅速一把抓住棍子甩飞星医 看着之前逃跑的猎物 大魔王先是来了一段嘲讽 星医大妈眼前披着人皮的怪物 大魔王不客气的说在这里不用伪装成人类 他待了几天正好有点无聊 星医就主动送仓门来陪他玩玩 星医大喊呼唤米奇的名字 听到大魔王说这里只剩他一个时 星医又大步又愤怒的想为米奇报仇 小小的拳头打在坚硬的肌肉 简直半点效果都没有 大魔王收起刀刃变成拳头的形态 一击中拳就把眼前的落小生物打飞出树顶外 星医被打得口吐鲜血 大魔王慢悠悠的走过来 把星医下的后腿连连 转过头才发现这里是之前的垃圾山 但方面脸压的战斗让大魔王提不起劲 还说如果是创造她的梁子 或许还能享受一番 星医想起梁子说过 大魔王是她创造出来的落小同类 但却是无敌的 又落小又无敌的矛盾说法 令星医完全想不通 大魔王玩腻了也准备了解一切 星医再次回想老奶奶的话 死亡的恐惧让星医想到 大魔王当时流血的腰部 那或许就是唯一的落点 星医摸到身旁的小棍子 却害怕起不了作用和速度不够她快 但就算成功力为0都要试试看 星医拔出棍子狠狠地插进大魔王的腰部 车身躲过攻击 补上一脚后就立刻站起来逃进树林 大魔王拔出棍子发誓要宅了星医 此时的星医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根本完全跑不动 大魔王也很快追了上来 吃痛的她变得面目猙獰 听星医解释 为何知道自己的破绽还称赞了她一下 不过大魔王无法忍受被区区人类弄伤 就准备杀掉星医 没想到大魔王的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一样 还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等下在讨论 星医察觉大魔王的不对劲 不过看着回过来的大人 还是淡定的准备迎接死亡 没想到米奇竟然复活帮忙挡下攻击 还吸收着大魔王的整条触手彻底复活 大魔王此时的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 她想杀掉星医他们 没想到米奇轻松挡下攻击 原来她在转移过来时 切碎大魔王几个重要器官 在完全修复之前是无法战斗的 米奇和星医解释大魔王的身体发生了叛乱 因为大魔王体内其他寄生细胞察觉到危机 所以本能的想要逃跑 会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星医把毒物打进大魔王体内 大魔王强移的控制身体 结果还发生了自爆 大魔王禁止冲向星医要杀掉她 而米奇也轻松的砍断大魔王的投入 战斗就此结束 星医来到垃圾山 米奇立刻知道是染上后的垃圾产生的毒物 而且还要是剧毒 这让米奇感叹说他们到最后还是抵不过人类 米奇突然让星医回到战场 因为他感应到大魔王想要复活 原来是刚才的爆炸将毒物也炸了出来 不过肉体太碎了 所以反应十分缓慢 复活的可能性只有一半 但一旦复活成功就会和之前一样 所以必须要尽快除掉她 没想到米奇竟然下不了手 因为他和眼前的肉碎是曾经共用一具肉体的同伴 如果由他来动手 用人类的话来说就算是杀人了 米奇让星医动手 星医开始有点犹豫 但想到大魔王一复活就会血流成河 本想立刻下手却觉得他有点可怜 回想起梁子说过 不要过分欺凌他们这些落小又无法单独生存的生物 星医也思考着梁子以前的问题 寄生兽是为何而生 是为了杀掉过度膨胀的人口 还是为了减少污染地球的人类 他知道事实确实如此 包括这一次的战斗 从生物全体来看 人类或许是毒 寄生兽是药 但又是谁来决定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重量呢 米奇让星医快下决定 本就不该犹豫的星医却不想断送一条拼了命想活下去的生命 不论杀儒的感情正是留给人类的最后宝物 星医说反正存活的几率只有一半 就让老天爷来决定 见星医下了决心 米奇也没多说什么 星医的内心还在不断挣扎 放过大魔王 他作为人类好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心 但对人类有害的生物 难道就连生存权利都没有吗 米奇突然问星医觉得地球美吗 说他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说为地球的人类 还说了一句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星医听后回到大魔王尸体前 虽然还是愚心不忍 不过为了保护小小的家庭 只能痛瞎杀手 大魔王的尸体很快就被发现了 老奶奶看着一旁的砍刀 也知道星医平安无事 在经过人类与寄生兽激烈的攻防战后 虽然官方没做出任何发表 但寄生兽的事情已经在网上留言四起 而社会上再也没出现过寄生兽的案件和动向 会这样是因为攻防战起到杀鸡镜猴的作用 再来是寄生兽已经能完全融入人类社会 并且改变饮食习惯 夜晚时分 米奇看着熟睡的星医 似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星医的梦境里 眼前的米奇说今天是来道别的 他要进入沉睡状态 和以前不同的事 这一次会睡得久一些 甚至可能睡到死 另一个讲法也能当作 星医的右手完全回复了正常 米奇说他的内部构造又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大魔王体内时 因为一次性得到了大量资讯 所以变得可以同时进行多重思考 令米奇想暂时屏蔽外界的资讯 他希望星医把一切都当作一个梦境 便选择在梦里正式道别 星医和米奇经过那么多痛苦的事情 已经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伙伴了 星医自然不可能把一切都当作梦境 星医妈的样子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米奇说这是星医听到有人上身后 哪里制作出来的影像 之前因为寄生兽事件而死亡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米奇叫星医把他照出来看看 米奇看着自己发出惊叹的声音 米奇也不多说什么 把每个影像吸入记忆就转身要离开 星医还想留住他 米奇说他们又不是会立刻死 让星医睁开眼睛忘掉所有事情 最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星医睁开眼睛 坐在床上看着双手陷入沉湿 他大吸一口气 大吼怎么可能会忘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星医和春野像个正常情侣一样去约会 寄生兽事件过后 星医有打电话给小胖男 但没有告诉他米奇的事情 星医会想和米奇的战斗 无法站在寄生兽的立场去思考 不过这也正常 不同的生物种族本就互相利用 又互相残杀 彼此之间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或许人类根本不该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 人类自以为可以理解其他生物的感情 也完全是骄傲之父 人类无法和任何一种生物做朋友 也不会清楚他们本来的面目 但他们却是值得尊重的统居者 看着星医乖乖的 春野说最近的犯罪好像变多了 紫花点醒了星医 正是因为犯罪变多了 所以寄生兽的事情变得不怎么显眼 从狭义上来说 寄生兽是人类的敌人 但从广义上来说 大家都是生长于地球的同伴 都是需要有所依托才能生存下去的生物 星医接着和春野约会 完全没注意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盯着他们 星医在人群中看到变态男却有点不确定 如果像指使也确定了那个人正是变态男 星医立马追了上去 变态男让后到春野身旁 春野的叫声很快引起星医的注意 她一出来就看到变态男劫持着春野 变态男带着春野上到楼顶 一个男人看到觉得不对劲 刚走上前就被割喉了 女人正想求救也被秒杀 星医好不容易跑到来屋顶 听到春野占无大碍 星医恳求变态男放了春野 变态男知道警察很快会找到他 所以好不容易碰上星医 想听听他别语常人的答案 变态男说寄生说杀人的理由只是在尽时 那么他又是为了什么而杀人呢 还说他才是真正的人类 变态男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那么能忍 他觉得人类本就是互相残杀的动物 连自己本性都认不清的 人类还敢冲他说三道四 变态男觉得他一眼就能区分怪物和人类 也很清楚现在的四道是多么的扭曲 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说根本不需要什么怪物 人类就能互相残杀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 正是因为停止了战争 人口才会严重暴政 变态男觉得星医应该坦诚一点 还说出星医身上混着怪物的秘密 他第一次与星医接触就知道了 春医此时也想起星医的伤疤 星医捂住胸口恳求变态男放人 变态男坚持要星医说他才是正常人 他不过是顺应人类的本能 是这个社会硬把他当作不存在 所以才要听听星医这个介于人类和怪物的答案 星医笑着说以前也有人说过这句话 说变态男不过是紫老虎 但变态男没听到蛮医的答案不想放人 星医几眼想说出入手的事情 春医却阻止了星医说下去 开始大声谴责变态男这个比怪物还糟糕的家伙 春医说他并不可怕 毕竟他和星医在学校经历过更恐怖的事情 当时的星医可厉害了 会珍惜一些生命的人才能称作人类 变态男听完春医的说法 决定在警察来之前好好享受这个最后的玩具 春医和星医再一次真心告白 星医大哄助手冲上去想救下春医 他不是不同的人类 一切动作都像是镜子一样 星医用左手刺下攻击顺势揍了变态男一拳 必用右手想借着春医 可是星医还是瞒了一步来不及 只能痛苦大汗无力的跪下 画面来到一处美丽的地方 星医脑中来了个问题 半路相遇的生物突然死了 为什么会让人如此悲伤 米奇突然跳出来给了答案 因为人类就是这么悠闲的动物 这也是人类最大的优点 米奇说他太累了 让星医好好的拉着 星医回过身来才发现他成功救下春医 星医立刻把他拉上来 心里和米奇道谢着 虽然春医应该看到了米奇 不过都已经没关系了 星医告诉春医他那时候 把小狗重新埋葬在树下的事情 春医却说他早就知道了 因为星医就是星医啊 伴随着尖叫声 这场意外也结束了 以上便是寄生兽 生命的准则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因为这部动漫我以前刷过很多次 但都把它当作一部怪物动漫来看 现在一看回 觉得这部动漫好像传递了很多道理和事情 像是人类寄生兽和地球的相生相细 所以我打算出一集影片来做分析 内容大概是分析 为什么明明是人类的当选男会帮助寄生兽 养子这个最高智慧寄生兽的内心 和星医为什么会犹豫不杀掉大魔王等等 不知道大家觉得可不可惜 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